陈氏太极拳基本规律 禅法答问 问 陈氏太极拳的基本规律是什么? 答 陈氏十六代陈欣在所著 陈氏太极拳图说中说 太极拳禅法也 又说不明此即不明权 可见这套拳的基本规律就是禅法 问 禅法怎样练? 答 陈氏太极拳的运动形式是螺旋形的 这种螺旋形的动作不但运行于肌肤之上 而且贯穿全身 它使各个关节 肌肉术 甚至每个细胞都得到运动 通过反复脚拉的持久锻炼 体内自然会产生出一种似松非松而富有弹性的禁来 就是禅思禁 陈氏通称为彭禁 也就是一般太极拳刊物上所说的那种内禁 运用这个禁的各种招法 便是禅法 问 禅法有什么类型? 答 陈氏著作中说 其法有进禁 退禁 左禁 右禁 上禁 下禁 里禁 外禁 顺禁 逆禁 大禁 小禁 按说禁法的基本动作只是顺逆两种 陈氏列取六个类型 吕顺逆禁法列于第五 主次略欠分明 沈家珍住 陈氏太极拳将顺逆禁法定为基本禁法 其他五对为方位禁思是比较进步的 问 顺逆禁思怎样区别? 以什么做标准? 答 陈氏著作讲到柿子中的动作 经常说到经络学位 所谓顺逆可能从经络学位为准 但陈氏未详细说明 陈氏太极拳说 以时针的方向为准 即顺时针旋转方向为顺 反之为逆 我认为它只能说明躯干的顺逆 而不能用之与手足 因为手足左右各一 手一时针旋转则右逆而左顺 同时腿部细左逆而右顺 逆时针旋转则恰恰相反 所以应当根据手眼伸法部的说法 按照眼伸步手四个主要部分 来区别每一部分的顺逆规律 问为什么把眼伸法放在第一位 眼怎样分顺逆呢 答 因为眼是传达信号的器官 又是指挥全身动作的先行 所以眼应注意目标所在 然后伸步手随之运动 应当怎样变换伸步手法的方向 莫不以眼所注视的方向为准 眼应平视目标 不可偏高偏低 如需向某方向转身进步 眼光转向某方 如步伐不变 眼应注视某视中手的最后一个动作的方向 眼看的方向与身部一致为顺 反之为逆 当眼不改变方向 而身法左右旋转 此时驱赶自然形成立体螺旋状 它不但使脏腑做自我按摩 促进血液循环 对身体的刚柔也有密切的关系 练全时 尽管躯干的外形左右转动 但从头顶百会学 通过脊骨已至尾骨下头的长墙学 如同一根立柱直立而不摇摆移动 则外形的旋转为柔 内里的劲却是刚的 这便是外柔内刚 右眼注视的目标为点 点的内外为面 面的界线约150度 权论所说左顾右盼 顾的是点为始 盼的就是面为虚 因此 左顾的同时也有右盼 顾盼不但为了指挥自己的动作 而且是为了观察对方的动向 以便于因敌变化 同时也应观察到地形和周围环境的情况 由于尘世禅法的顺逆 主要在于自转 虽然有公转的配合 而言法、身法只有自转 而无公转 问 身法的顺逆怎样掌握 为什么身法没有公转 答 按照中针旋转 身左转为顺 右转为逆 身部旋转 方向 虽然只有左右两面 而旋转角度的大小 却因全式进退变化 而各有不同 权论说 腰如车轴 尘世的重心应当在小腹 单田 要求随遇平衡 所以只许在中间左右旋转 而不许摇摆 移动 因此不可能有公转 但是学陈世拳法 必须特别注意 尾骨的规律 与一般太极拳的根本区别 陈欣说 尾骨长强学 在尾骨下方 要 微往后翻 这样 小腹的下侧 斜向理收 不但气能 自然沉于丹田 大腿跟内侧的两条大筋 也自然松开 当 会阴穴 也自然开圆 身体旋转的角度随之放大 加上脚尖随身外摆 或里扣 而上下相随 使身法中正安舒 不影响重心的平衡 问 腿部的顺逆怎样掌握 答 腿部的缠法的顺逆 系随身法的旋转 而同时互变 即身左转 则左腿顺缠 而右腿逆缠 身右转 则右腿顺缠 而左腿逆缠 这是自然形成的 也是一定的规律 有人说 陈师太极拳的手腿缠法是上下一致的 其实不然 因为两腿的配合 只一顺一腻 绝无双顺双腻 双腻必前铺 双顺必后 必仰跌 学者还需注意 当腿部缠法互变的同时 膝部要随身 而旋转 而一提一落 即身左转 则左吸提 而右吸落 身右转 则右吸提 左吸落 按照权论 例如平准的规律 杠杆的原理来分析 支点在头顶至尾骨 对方加在我身某一部位的力量 为重点 和重点相反的 西部等于天平 或磅秤的砝码 为利点 来利大 则西下沉的也大 首先保持自己重心的平衡 然后牵动对方的平衡 则四两可以 博董千金 问 陈氏太极拳有哪些步行 答 陈氏的步行约为五大类 即马 攻 盘 虚和独立 马步中 右分小正马步 屈膝下蹲 脚向正前 两脚距离一肩宽 如倒对 右侧马步 脚尖向右 约两肩宽 如护心拳墨翼动作 左侧马步 脚尖向左 宽约两肩 如小紧打墨翼动作 内巴自马步 脚尖略向内扣 如闪通背第六动作 半马步 后膝拳牧 前膝掠收 眼胸向前 边脚尖 如前膛凹布 第二动作 马步中右分 右攻灯部 将右侧马步的左腿略斩而不攻膝 膝向下略垂如单边 左右反攻灯部 长拳铭铺步 左或右后膝 弓而前腿随脚跟贴地前进 进一时脚尖要向内斜钩 如倒对第三动作为右反攻 护心拳第四动作为左反攻 盘部右分左右大小半 盘部的动作为前脚顺缠 以脚肿为轴 脚尖外摆 后膝内缠 大盘 大盘 则 松锤西部 脚不离地 小盘 则后脚尖为轴 脚肿 略垂 而向后凝转 半盘 半盘 的后膝松锤 而前脚尖不外摆 如左转导对第三动作为左大盘 斜行 奥不第四动作为右大盘 第一导对第二动作为右小盘 右插脚 右插脚第四动作为左小盘 六峰四壁第二动作 左转导对第一动作为右左半盘 须部 须部只分左右前后 其法 须脚尖斜 右时则向右斜 左时则向左斜 须脚尖正 两脚距离一间宽 须时的区别只是 须脚较重 而须脚较轻斜 正在这 须脚不是纯须 须脚仍然脚掌全部踏地 而脚肿略轻 时息公筑他近 须息略松后收 站的位置时则偏后 或须脚偏后 B乘三角形 因为这样站法 身体在左右旋转的角度能够放大 而不影响重心的平衡 独立步也分左右法 细时脚踏地 脚尖略向外摆 须腿提膝齐当 向内核小腿自然松垂 如左右筋肌独立 顺便再谈一谈 两角配合的方向都是三角形的 但有锐角直角之分 蓝叉一单边的步伐 细两角在横线上 但前角要比后角 向后错寸许为锐角 六峰四壁的左足须 白鹤亮翅的 左足须和 楼西腰部 严手工锤的 左宫灯部为直角 这些规律必须记轻 问 步伐进退转换时的规律如何 按照全论 腰如车轴 气如车轮 实际是手足如同车轮的原则 手之往复折叠 步之进退转换 都是由于躯干的立体螺旋带动手足 手足又各以自转随着弓转 而阴底变化 当步伐前进 应先提膝 用足肿贴地走里弧线 而向所需的方面转进 后退则提膝 以脚尖滑地 推到适当的地点 再落脚肿 退时经常走里弧线 如倒卷弓的左脚与右脚配合成为 形状 但扫挡腿的左右脚尖均 均走外弧线 左右而退步 双阵脚则左脚走里弧线 右脚走外弧线 问 提腿的招法有几种 答 陈氏 问 腿脚的招法有几种 答 陈氏腿脚招法有八种 即踢 踹 踹 踹 托 扫 套 衬 踢进在脚尖 如左右插脚 蹬进在脚中 如左右蹬脚 踹进在脚掌 如歇心奥布第二动作的左脚 踢进在脚面外摆 外侧 如摆连 跺进在脚底 如倒对 即双阵脚 扫分前扫 后扫 如扫挡腿的左脚为前扫 进在脚里侧 偏于脚肿旁 后扫进在脚尖外侧 如扫挡腿的右脚 另有带法也在脚肿里侧 细扫法的缩小 如右插脚第三动作的左脚 套细进步在对方前腿的外侧 进在膝脚里侧 如第一倒对 第三动作的左脚 趁细进步到对方前腿的内侧 进在膝胯脯外侧 承示的步伐进退 都包括套衬二法 因旋转而落脚掌 这是全论所说 如将无先起 而加以措置之力 撕齐根刺断的道理 也是推手和 牵动四两拨千斤的牵动方法 所以陈欣说 手到捶不到 发人不巧妙 可见步伐是如何重要 问太极拳论提出双重之病 究竟怎样避免避免此病 答前足全时或后方手足全时便是双重 前面双重必出挺进 后面双重必出丢进 问 这么说手足的配合十分重要了 请问手部的顺蝉 顺逆蝉法怎么规定 就是怎样和足部配合 答手部的自转 顺蝉 顺逆规律 正如陈师太极拳所说 以手心或食指的上下翻转为准 手心、食指往上翻为顺蝉 往下翻为逆蝉 但学者应当注意 手上翻时要小指内勾 大指外拧 下翻时要大指内勾 小指向外上挑 近都围绕着中指旋转 这是手部蝉法顺逆变化的基本规律 在自转的同时 还有公转 公转中的自转角度 又随着每一式 每一动作而各有加减 这里无法说明 公转分正旋和反旋两种 正反公转的方向 又有左右前后上下三种 左右正旋中的顺逆自转 只有两次变化 即手以心口前自转 逆蝉 经下合斜向左或右 以手领肘 以肘领肩上转 转到中指的高度起眼 立刻松肩沉肘 手便顺蝉 经外下弧线将肘收贴内部 然后小臂和手 随身旋转 回到胸前 恰好转了一圈 这个圈的形状如同 鸡蛋的小头在内 大头在外 手指却要斜向上扬 不许下垂 陈欣说 两手均以中心为戒 左右的每一个手各管半个身体 手的过程 外开则高不过眼 内收则低不过其 从旗上转到胸前 如云手的左右手法 左右反旋的顺逆次转 也是只有两次变化 即手便顺蝉 由外向内收时 肘肩必须走里上弧线收 转到褥房 然后便逆蝉 将肘收贴内部 手转到心口前 再以肘顶肩 经跨部内侧 斜向左或右方上转 致其眼围一圈 这个圈如鸡蛋的小头 高而在外 大头低而在内 十字手便是这种手法 前后旋多数采用反旋 如Locop倒卷功等式 它的顺逆变化 就比左右旋转的变化 多了一倍 一般是手手 由前方内收时顺蝉 蝉肘肩 手经过口 手口 立变逆缠 经跨旁 向后 转出 转到后 外斜脚 便将 肘收贴 旁变为顺蝉 手转到耳后 其自然缠法为贴塞 前便顺或逆缠 向正前方下转 高其下合 或其胸口 但缠法变化每一式也不同 甚至前后一圈中 顺逆互变至五六次之多 只可在练拳时细加体会 上下圈只有金刚独立 金肌独立 左右各二 别是少用 此时上手应在百回血 手心逆缠上托 下手逆缠按在跨过外侧 总之尘是前后手的配合 要求前正在心口前 后鞋在左右跨外侧 独立式则上正下斜 这样交错运动 使手足配合得当 而不至双重 问 两手顺逆配合有几种 打一般为一顺一逆 或双顺双逆 一顺一逆则 右顺左逆 左顺右逆如倒对就是两手走同一方向的 双顺双逆有相对的下开而上合如十字手 也有相对由上开而下合的如左右插角 有斜着逆缠对开的如白鹤亮翅 也有斜着逆缠对开的如二路撇身锤 还有双顺双逆走同一 轨道的如六峰四壁 双对手的四五两动作 问 手的招法有哪些 怎样变化 打太极十三世为彭驴几岸裁列轴铐 前进后退左顾右盼中定 中定的规律 陈氏是重心的随意平衡 左顾右盼主要属于严法 前进后退主要属于步法 前文以概括介绍彭驴几岸裁列轴铐八法 则专指手部三节肩肘手的招法 讲彭字有两个含义 一为彭铐 细缠丝尽 贯穿于周身的手的八法都需有彭铐 若彭铐便有心无止 一为招法 在诠释中第一动作或转折之处 或顺或逆都属彭法 因为双方交手必然先接触 所以接触变为铐法 陈氏的铐法有多样 有前铐 如倒对第一动作 银铐 如同式第二动作 侧铐 如左转倒对第一动作为左侧铐 右转倒对第一动作为右侧铐 平铐 如六峰四臂第一动作 进铐 如脚紧打第一动作 退铐 如出手 正铐 如倒对第一动作 反铐 如二击脚 抱头推山 第一动作 因对方从背后袭击 所以称为反铐 下铐 如蓝査衣第一动作 上铐 如退步双阵脚 第二动作 等等 多致数十种 此处仅举大概 同不外乎陈欣所讲口诀 直来横拨 横来 碰压 的原则 阴地变化 铐踩脸都是随对方的来进的方向 而向自己的身体左右 两方引进若空的手法 铐脸都是顺缠 接对方手腕 右手来 右手赢 左手来 左手赢 左手引缠 则肘贴在左肋 手贴心口 右手搭在对方的左股 关节外上侧 走下它外碾进 与左手用合力引进 右手用分力 使它落空 如六封四臂 第三动作是左驴法 闪通背 第二动作是右驴法 链法 比驴的圈儿略小 但驴时前手高 链则前手低 如道卷空左右退步时的手法 链的前手由于下它的劲大 容易伤及对方 其反关节 不可轻视 踩法虽和驴链同类 但接手后 激走逆产 而且 由高处引进 令手以顺逆反旋配合而动 较之驴链不但圈子放大 走合力的过程较多 如金刚倒队第三动作为进左部的双右踩 白鹤亮赤为退右部的右踩左按 所以初学推手往往采用 用踩法引进对方的手腕 用踩法引进对方的手腕 其按都是随化 对方的来劲而反击的手法 手背向人围挤 手心向人为按 其可以用逆缠 如露西奥 不第三动作 左手 也可用顺缠 如第一高碳马 第五动作的右手 双按法 可用逆缠 它的方向也有数种 双按如六峰四壁 双推手 宝头推山最后动作 方向较平 向下单按如闪通背第六动作 左手方向偏下用逆缠 经济独立 上手随时上坡 也属于顺缠 便逆缠按法 向前下方进按 则用缠顺缠 如第一导队第四动作的右手 是配合左手的前脊 空膝而发的 走势双方距离较近的招法 陈世芬 奥兰 顺缠 连环轴等 奥兰系右肘前发 而右部在后 顺兰系右肘与右部方向一致 连环轴是先右后 左的向身之右 左后方交替而发 如二路手肘式 神势太极全名 瘦头式 对折靠如严手攻锤 高碳马的左肘 拳有攻击背后 有人搂腰的作用 但应注意 陈世拳步伐 总是配合 手肘而先行站好部位的 所以发肘时不许将 肘突出类外 手肘仍需正对心口 否则易被推出 因肘部攻击的部位 正当凶肋要害之处 推手禁用 陈世靠法用于双方极为接近之际 有肩靠背靠胯靠臀靠等法 肩靠右分肩部里侧外侧 它适合肘手 三节连环而发的 可由挤肘变靠 也可以由靠变肘挤 七寸靠 用肩部上方攻击对方小腹 因早期沉心劈身锤 第二动作 吸右腿贴地而近 肩部随腰弯度而向右前下转 经右膝内侧离地只有七寸而取得失明 今已无人能练 负寂于此 已见陈世太极对腰腿功夫 不是不讲求的 背靠 有人从背后搂腰时用之 背折靠也是如此 胯靠在进步为衬法 时常用于破坏对方的平衡 臀靠 如第二闪通背第六纵索 将对方背起软跌于前面 如穿地龙 用右腿及臀骨 压制从背后搂腰对方的腿部 凡此一种找法 一般推手竞技容易用不着 不过介绍陈世的一些知识而已 问怎样才能懂静 答懂静就是懂得怎样随着对方的找法进入 而适当地变自己的眼身 步手的方向 总以松原为主 又要将拳式中每一个动作练到十分正确 十分纯属 自能得心应手 陈欣说 周身上下都是拳 哀着何处 何处击 又说 我亦不知拳亦拳 也正如王宗岳所说 由招数而见物懂尽 我认为应当在学拳式子时 首先讲明第一动作是什么招法 并了解他有为什么转变 做到练拳时 无人若有人 才能交手时 有人若无人 问 陈氏呼吸怎样配合 怎样吸气 怎样行气 答 陈发科师一贯主张自然呼吸 他说只要外形放得顺遂 内气自然通畅 所以只讲调气 而不讲运气 勉强以呼吸配合动作 有意识的运气 弄不好反而憋气 影响健康